一代島王何鴻生在養和醫院安祥辭世 享年九十八歲 何鴻生在一九二一年出生 是香港傳統名門何東的侄孫 但他十三歲時 父親何世光生意失敗跑到越南 為下何鴻生與母親同姐姐 他在母親督促下 為考取獎學金法奮讀書 最終入讀香港大學 不過他就讀大三時 因抗日戰爭爆發 他被迫絕學 面對家道中落 何鴻生在一九四一年 帶著十美元隻身去澳門投靠叔叔 從此和澳門結下不解緣 認識了袁佩黎遠華 又成功賺取第一統金 其後 他在澳門博彩專利權開放前 經營澳門娛樂賭博公司 在澳門博彩業獨佔澳頭 所以有賭王之稱 何鴻生在講 澳兩地擁有不少物業 其事業版圖包括博彩、旅遊、航運、地產、財務、空運等 成為澳門首富 直到2018年 以96歲高齡宣布退休 何鴻生除了其成就經常被人提起 他的愛情故事 以及陳上演的分身家亦廣受外界關注 何鴻生自2009年跌傷頭部 身體狀況大不如前 因其妻室兒女眾多 其遺產分配成成中熱話 其間鬧出分身家風波 有全中央出手做和事佬 最後大團圓結局 被稱為一代情聖的何鴻生有四名太太 十六名子女及十二個孫子孫女 兒孫滿堂 以何鴻生和四名太太的愛情故事 包括袁佩黎婉華 二太男琴英 三太陳婉珍以及四太梁安琪 其中以袁佩黎婉華的一段最浪漫 何鴻生和黎婉華相識於1940年代初 黎婉華是澳門葡籍姑娘 出身名門 他有澳門第一美人之稱 雖然黎婉華當年追求者中 他卻只對當時帶著十元到澳門闖天下的何鴻生情有獨鍾 當時何鴻生以有限蒲宇展開追求 甚至為對方勤練蒲宇 又每天踩單車到他的住所相回 最終抱得美人歸 於1942年結婚 何鴻生都大讚二太男琴英好靚 三太陳婉珍則是黎婉華的看護 因而和何鴻生認識 之後更成為賭王三太 至於四太娘安琦憑舞藝跳到賭王身邊 兩人一母傾情 至於何鴻生的十六名子女各有成就 其中二房長女何超瓶 接父親鵬擔任信德集團主席之職 同樣是二房的何超兒就涉獵哥影視 憑電影豪情奪得第2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 三房女兒何超年於2012年以一級榮譽成績 在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學士畢業 之後同朋友成立慈善組織 又開牛肉麵店做老闆娘 四房兒子何由君則系學霸 他破紀錄 以最年輕的學生考上金融碩士課程 也是上市公司創夢天地的首席營銷官 去年他更為賭王天帝一個男孫何廣新 是第五代男丁 我見到剛才會不行 我碰到千台灣 我們活到美不霸 稍後現在出將太陽の名猪 京師専外